好 吉安乡推广原名特色餐饮 今年吉野餐再新增新著名的料理 31号是进行评选 4个组别总共有33对参赛 乡长游淑珍表示 结合原名文化 在地食材以及创意的料理 吉野餐品牌获得各界好评 而且今年再加入新著名的特色 不论是主食类 甜点类或者是饮品类 都欢迎各界一起来品尝吉野餐的好滋味 吉安乡推广原名特色餐饮 今年吉野餐7月31号进行评选 乡长游淑珍表示 结合原名文化 在地食材还有创意料理 吉野餐品牌获得各界好评 今年再加入新著名特色 邀请各界一起来品尝吉野餐的好滋味 部落特色吉安美食 吉野餐快乐饗宴 让我们吉安的农产加上了原住民的传统的特色 再涵盖了新住民的新滋味 满满端上来近视创意跟特色 吉安乡的吉野餐过去在行销上 在推广上面都获得非常好的成绩 今年再次推出 也希望带来再后的一个产业复苏 还有让全国的乡亲好朋友知道 吉安的美 花蓮的好 以及原住民特色风味的一个创新亮点 希望我们能够吃到健康 享受美味到位的部落新住民 跟在地的浓浓的人情味一起入会 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品尝 后续我们会推出餐盒以及特色名店 让我们的吉野美食挂上了logo标章 欢迎大家一起来共享美好的滋味 今年吉野餐共分为主食主 新住民主 甜点主 饮品主 共有33支队伍参赛 不只有餐点的菜色配置 还有餐盒设计 现场摆设布置也列入评审考量 每一组都发挥创意 选用在地特色食材 加上创意巧思 以及新级主厨般的料理技术 让评审委员伤透脑筋 最后除了颁发各组前三名 和佳作的奖状及奖金 通过评选的吉野餐 也将获得认证标章 未来可以接受消费者订购 希望让吉野餐成为 花莲在地美食最佳品牌 介续会节安相报道